1月18日,吴秀波事件有了进一步进展 陈玉玲父母在微博发表公开信 称女儿陈玉玲于2018年11月5日 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北京朝阳区公安局带走 可能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罚 但陈玉玲行为是否真的可认定为敲诈勒索 在律师界也颇有争议 此外,律师还提到另一重要信息 理论上,吴秀波可能面临重大刑事法律风险 重婚犯罪 吴秀波是否涉嫌重婚 最终要看案件的具体情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8条规定 有配偶而重婚的 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 除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这里的结婚,根据有关解释 可以理解为为取得结婚登记手续 或者虽未登记结婚 但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